少爷看着他的背影道 小龙君是怕在诸神面前泄露真本事吗 青燕停下脚步 悬影压抑地发现 他面上的神情可谓凝重 青燕居然会有这种表情 我是不想在你面前泄露真本领了 青燕低声道 少爷笑了笑 小龙君竟然对我如此顾忌 实在叫我受宠若惊啊 不过眼下情况特殊 何不放下芥蒂齐心除妖呢 青燕冷道 杀不杀妖 本来就与我无关 林馆长急得要跳起来 小龙君呢 话不可这么说 这槐妖如此诡异 你若有手段除之 还请出手相助 青燕哪里理他 只惜小声道 刚还说他切恶 果然任性处之 跟玄影一模一样 既然出手 却又不做彻底 留下这烂摊怎么办 众林官叹笑 没办法 少不得我们来想办法 话是这么说 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不过就是看着槐妖 一次次被扎成刺猬 再一次次重新凝聚身体 上界那些厉害的战将 帝君们倒是有法 可等他们下来 这槐妖早就跑了 糟糕 今天神界的脸面 看样子要全部丢光了 林长官还在对青燕死缠烂打 无论如何也不放他走 喧嚣中 浮仓抽出唇云 指尖轻视剑身 似是回应他的触碰 淳源发出滴滴的嗡鸣声 传说中尊贵无双的天之宝剑 公共大军都为之战力的畏惧 他却没有办法 用他将面前的环腰彻底除掉 他知道 不是淳云不够强悍 而是他不够强 他素来有些顺其自然的疏览感 修行剑道随性而为 从不强求 何况天赋甚佳 到如今并未遇到什么难以突破的境界 但此刻不知为何 他竟生出一股好胜心 这难以言喻的好胜心 令他体内神力震荡不休 突然有了一丝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领悟 怀腰粗重的喘息声 拉回了浮仓的意识 低头一看 这只怀腰面上 苍白的冰已经化开 眼珠乱转 时而盯着止息 时而盯着地上的岩霞 然而更多的是盯着轻艳怀中的悬疑 他的脸渐渐化作黑灰 一粒粒飞舞而起 无声无息地朝悬疑飘去 浮仓皱起眉头 呼得将剑轻轻一抛 苍蓝的天之宝剑 竖在掌中缓缓转动 剑身上光滑璀璨 不可逼适 纯云骤然变成一道金龙 在半空旋转一圈 对准地上的怀腰张开大嘴 一口吞下 龙身摇曳而过 顷刻间又变回宝剑落在他掌中 而地上的怀腰 已不见了踪影 只剩满地碎冰 凄厉的惨叫声 从剑身内传出来 哭得再无声息 一行细细鲜血 顺着纯云滴落 染红地上的猪鹰白血 猪神煞时间默然 纸妻不禁倒抽了一口气 扶桑使爹 这 这是传说中 华旭式的剑气化龙吗 扶桑面色发白 这半年参悟见到 他在家中 练了无数次剑气化龙 几乎是一次不成 想不到这次 竟一处而就 只是身体 吃不消这股消耗 眼前阵阵发黑 他定了定神 拱手 侥幸而已 黄妖被困在淳云之内 想必无法再逃 可以安心带去刑部 如今 先把岩霞师姐送过去吧 众林官到这时 才大大松了口气 林官掌面上 挂满腥味的泪水 扶苍神君 这招剑气化龙真漂亮 真漂亮 果然关键时刻 华絮氏比邪里邪气的竹鹰氏靠谱多了 青燕看了半日低声道 阿姨 你就是和这位扶苍神君斗气 悬疑的脸板下去 齐南 连这个都告诉你 他的嘴真是越来越碎了 青燕的 齐南对他赞不绝口 如今看来 果然有些道理 华絮氏剑气化龙不简单 你何必与他斗气 华絮氏素有美名 得罪他 不是好事 悬疑淡道 我就是要得罪他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青燕意味深长地瞥他一眼 这孩子 自小就没这样恼过谁 与其说他对扶苍神君充满了怨气 倒不如说 他把他当成了对手 素来 他的任性妄为 旁人都会相让 一旦遇到一个不担不让 还要反咬一口的 他便卯足了劲 要把他打压下去 他轻道 他欺负你了 要我帮你出气吗 悬疑想了想 我自己收拾他 意料之中的答案 他向来要强并且自负 几乎不开口求人 认定天底下 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然而四野八荒 终究是十里说话 扶苍神君精通剑道 身手一流 他若有心欺压悬疑 他年纪尚小 又不喜欢拳脚之争 绝无反抗的可能 经验心中好笑 怎么收拾 骂去他半条命 悬疑反倒被问得愣住 他不问 他自觉得自己有一肚子 拿捏扶苍的坏点 他这一问 他并又觉得自己其实每次都输得挺惨的 老实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个什么结果 好像就是想看扶苍 气得浑身发抖 却拿他没办法的模样 可惜至今为止 他们的情况多数是反过来的 清燕揉了揉他的头发 然后把他放下 转身朝扶苍走去 弓手道 扶苍是决 方才那招剑气画龙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果然十分厉害 听闻你的配件 乃是天之宝剑纯云 可否借我一关 扶苍对上他的双眸 这位小龙军 又用那种若有所思的目光看着自己 他的视线朝后移 落在玄影身上 龙公主正不怀好意地朝他笑 他收回视线 有些好气又有些好笑 当即解下玄缘 双手奉上 却觉清燕一把抓住剑梢 用力大 他不动声色握紧剑柄 手腕一阵将剑翘抖落 下一刻 瑞丽的剑身 又被清燕徒手抓住了 以纯云之威 被他空手紧紧赚住剑刃 不说断几根手指 也得破皮伤筋 其料清燕的手上 连个小口也没划破 一本正经低头看了看剑身 漆黑的眼眸 在绕去扶苍面上浅浅一笑 好剑 他的手指缓缓松开 扶苍手腕又是一阵 再将唇云钻回剑翘 喊手示意 清燕反身回去 又抱起旋云 轻道 这次灵官们都在 下回帮你出气 旋云用手指去夸他的脸 并不在意 只细细笑道 吹牛 我才不信 清燕声音变得柔和 回去吧 其难急坏了 旋云点了点头 那边相中灵官 也把岩霞从地上扶起 如今他身为凡人 射魂术不可持久 否则容易记忆混乱 灵官长 身指在他额上轻轻一弹 他立刻微微一颤 四省非省 正欲把他送回家中 岩霞突然梦逆一般 轻轻唤了一声 少爷 这出乎意料的一句 让众神都愣了一顺 他此时不可能 有上届时的回忆 少爷二字 是何缘故 少爷转过身 静静走到他身侧 他已经睁开眼 这次的射魂术时间长 他游在梦中 迟钝而茫然的四处顾盼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面色苍白 产生道 这是哪里 多 多 多 近在咫尺 一个温柔的叹息声响起 眼前人影似墨水一般 款款摇曳 最后凝聚成一个 鹅坠火红宝珠 身穿玄色长衣俊美的神君 他似无奈 似愧疚 似好笑 漫天漫地 柔和的眼波凝视他 岩霞眼正正地看着他 心中似明非明 南南 你是 你是 少爷伸长双臂将他紧紧抱在怀中 一下一下覆摸他的长发 岩霞眼中不由自主滚下泪珠 顺着他的头发滴落在白雪上 对不起 他声音很低 低得像一阵最轻微的威风 对不起 万类巨迹 不知过了多久 岩霞眼中的泪终于渐渐停了 面上露出一丝释怀般的神情 眉间飞舞数点细碎的光晕 像是他最后一滴泪消散在面颊之上 他眉宇间的那股清淤之色再也看不见 双目缓缓闭上 竟用一次沉沉的睡去 灵官们不禁哑然惊叹 悬疑忍不住问道 刚才 从他没以溢出的光点是什么 请眼低声 这是他了却的姻缘 这一事过完 便可回归上界 届时灵形大增 对修为也大有益处 女痴心 所求者不过是些许真正的歉意 既然可以提升修为 为什么不能个个都下界 要求姻缘 清眼摇头 你倒是想 哪里来的那么多纠茶灵官看护 何况神族下界 算影响结束 想来都是那些追求本性不灭的神族 才会下界历史轮回 不过 若有情思难解 无可了结 以至于密灭灵性者 也只能下界了却这段姻缘 你这个师姐 就是这样 少依将岩霞慢慢放在地上 起身叹了口气 一回头 望见清眼似是要走 他忽然说道 小龙军 修行轻苦孤寂 你可要撑住 清眼恍若未闻 大步走出地穴 遇风远去 可以 这些是 我没以下来 我给你一个人